中心社达尔文9月5日电,徐广义宏击,澳大利亚海军4日在达尔文港宝山马头科运航站楼举办,卡卡度2018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港岸阶段对国际文化节活动。 中国海军皇山剑官兵先后表演了《二胡演奏》、传统武术和广东行事等节目,向各国海军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中国水兵的风采。 9月4日,澳大利亚海军在达尔文港举办,卡卡度2018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港岸阶段的国际文化节活动。 中国海军皇山剑官兵精彩亮相,突类官兵与外军合影。 中心社记者徐广市晚上六十整,达尔文港汉风嘻嘻,好战楼内灯火辉煌。 连野文化节在各国海军官兵热烈,在掌声中拉开曲目。 澳大利亚海军军乐队迈着整齐的步伐,这轻快的节拍率先登场。 随后,北纪、燕渡、燕渡尼西亚、日本等十个国家海军,按照顺序,一次登台表演。 八十曲,伴着一阵激昂向上的乐曲,一首二胡独奏赛马,开启了中国海军的精彩表演。 熟悉的经典曲目和不同的演奏形式,引起掌声和彩声一片。 紧接着,两名中国小伙连续空翻闪亮登场。 他们表演的少林雄风节目,展示了中国穿透,武术的刀、枪、棍、拳、腿等多种高难度记忆,令观众们大开眼界,目不暇接,鼓掌声,叫好声不绝远,最后,伴着一阵极具节奏感的锣鼓声。 舞台上一红衣黄两只活灵活现,微风神器的狮子翻腾,这挑进各国官兵的视线,由黄山剑气鸣小伙子表演的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武士节目融创大洋,把中国海军的表演推向高潮,现场数百名观众纷纷举起手机,照相机拍摄留念。 记者看到,表演结束后,很多参演国家海军官兵主动找到中方参演界员,详细询问各个节目的表现形式和深刻内涵,深入交流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和共同点,现场交流产程友好,气氛热烈,中方活动负责人,黄山渐渐长爱恒高兴的说, 中国水兵们精湛的表演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,充分展示和中国文化远远流长,博大精深的特点和中国军人的自信大方,多彩多艺,进一步增进了中国海军官兵与参演各国官兵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留意,晚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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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